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借鉴借鉴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这么一个事 这个前段时间李嘉诚同志耳熟能详 花了395亿人民币收购了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格林王 那么这个案例能给咱们一些什么样的借鉴 我们今天就来稍微拆解一下 首先第一条就是资产保值 就是投资什么样的资产能保值 咱们来看这个格林王 格林王是英国最大的酒吧零售商和酱酒商 在英国有超过2700家的酒吧餐厅和酒店 而且大部分都是永久产权或这种长期租赁的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它这些资产的保值能力很强的 而且大伙知道 英国的酒吧文化是非常盛行的 这种盛行的酒吧文化 就会给以酒吧为主业的格林王 带来非常好的现金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想有地有现金流 这个整个的资产的保值能力 应该说就是非常强的 所以第一个从保值的思路来切 投资格林王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是第一点叫保值 第二点在投资之前 要做很多的功课 甚至要做验证 大伙知道 人家李嘉诚同志买这个格林王 不是这个一拍脑袋一拍大腿就上了 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验证 从2016年12月开始 就开始战略投资格林王 而且之前还收购了136家酒吧 并将其长期租给了这个格林王集团 什么概念 就是我为了验证验证你这个 这个集团 这个公司水平行不行 不光是长期关注你 我还这个买了一部分酒吧 做给你让你去运营 看看这些酒吧的实际的运营情况 哎 看了这么两三天下来 觉得不错 才动了大笔的资金 去做了这么一个大手笔的 这么一个收购的动作 所以你说 你像李嘉诚谁在做这种事 都是要长期的关注验证 才动手的 包括咱们投资 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不是说一拍大腿就上 哪怕你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自身 我已经不太远了 然后再给你